水 看我们这里的稻草堆 我们拿它来做个鞋垫 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个稻草垫水鞋的 很暖和了 我们把洗干净的羊排给它砍一下 羊肉我们给它冷水下锅 葱姜花椒 药酒 水开我们把浮沫撇去 鞋烧锅 加入八角桂皮 香叶炒火 小茴香花椒 横鸟上 加入姜蒜 下入羊排 加入生抽 老抽 辣椒 加入三甜水 大火给它煮上三个小时 煮了快三个小时了 我们加入白萝卜和胡萝卜 再根据别人的口味 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辣椒 加入盐 鸡精 我们再给它煮个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撒上葱花 准备开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欧美 一锅萝卜焖羊排就做好了 先我们开吃了 天气一冷啊 这羊肉就成了餐桌上的常客 都说冬天吃羊肉很好 其实我觉得只要想吃 哪个季节都可以 这羊排炖萝卜有荤有素 实在是太香了 羊排炖萝卜有荤有素实在是太香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回着火炉吃肉和汤实在是太完美了 那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拜拜